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欢迎自信大方的赵永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我再久一点 我就期愿为你放弃一切 陪你的海角停电 让我们欢迎豪迈小说的张浩哲 看着从家 相识也对未来 虽然冲动 却又惶恐 爱出现了爱过的脸库 不曾认真问自己 懂不懂 世间不停的转弱 带走好 爱又多 这次有你 我从错有 我们欢迎 俏丽甜美的孟婷尾 太多别人的传说 为何 为何没有我的梦 如果让我们再次相遇 那时候还会再选择我 爱就像我擦肩而过 让我们欢迎 让我们欢迎 清爽迷人的陈亮宁 漂亮的男孩 越来越乖 聪明的女孩 越来越帅 为什么会翻过来 翻过来 过情的男孩 越来越呆 风流的男人 越来越烂 为什么会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 我们欢迎风趣自然的杨俊荣 别让我觉得心痛痛 一颗心没有着落 只能在你的心本外 一个人漂泊 别让我 觉得心痛痛 像你想成一颗伤口 总自在又不能迷惑 总是在入夜的时候 死不痛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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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 最美丽的搭档 正好 将会礼貌山山 帥,帥哥 愛非人什麼罷了 無人的 又放在心掛地 看了心我 不知道要穿他們過 是不是有出送信的 才知道跟為人在那邊走 夢中的感覺 有心去黑暗 愛情有心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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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親愛來賓 你們好 今天非常的開心 上周呢 就我們的節目播出之後 那麼受到很多的回想 像各位打電話給我啦 還有寫信給我 還有給我很多的意見 將會呢 再次跟你們說一聲謝謝 當然我想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第一集播出的時候 這個沒想到我們的收視就是第一名 我想在此要跟我們電視機旁的朋友們 跟我們現場的觀眾好好謝謝大家 沒有你們的開機率還有收視率 最重要是我們現場 所以我們的節目真的好 我們擬腦掃 大家都聽到看 尤其今天千里迢迢來的 來自彰化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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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大家好大家好 新化 謝謝 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在此特別的講一下 因為前幾天我收到了很多回信當中 有一位青少年寫了一封信給我 他跟我講了他的心事 他說他染上毒品 曾經吸過這個安非他命 那麼他現在已經無法自拔了 其實講到這個問題 我們是最近大家也知道 我們最近的政府單位 對 也一直在呼籲 對這個 在反讀 有宣戰 當然我想這個最重要一點 我想要從這個做起 從根做起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所有的父母親 來關心你的慈禮 到底這個 你有沒有在關心慈禮 這是最重要 對 而且我想這個大家的參與 我想有遭遇的 說不定有一天 我們的社會 也是個非常乾淨的社會 對 所以呢我真的是 我跟李茂山還有所有的同仁 呼籲大家 青少年 你們要多想一點 真的對自己的父母親 你這樣子傷害自己 你知道你父母親 比你心還要難過 對 所以呢這位青少年 我希望呢 你聽我的話 你不妨到這個戒毒所去 我相信你只要持之以恆的話 我相信一定沒有問題的 對 我想最重要 如果收看歡樂一百點的小孩子 絕對不會變壞了 對嘛 因為九點半你剛好在家裡嘛 當然今天真的最開心 還是看到我們這個群兄妹 今天光臨 我們還有這個像 張兴哲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還有陳亮營 陳亮營 陳亮營 最近唱的這個電影的主題曲 不簡單不簡單 孟廷偉 阿三哥好 江慧姐好 你好 來 楊俊� 曾經是我的師兄 沒有師弟師弟 來 趙詠華 趙詠華 你好 首先我們兩個要跟趙詠華 恭喜一下 恭喜什麼 六月要訂婚了嘛 對 你要訂婚啦 還要訂婚嗎 哪有 像我都沒有訂婚耶 我們家有家傳統 我們家都沒有傳統喔 那時候我們家 婚禮事都會有限定 像這個時候 我就幫李茂山跟你解釋一下 李茂山呢 他基本上 他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男人 他結婚才幾個月 他女兒已經一歲多了 哈 帥 這個 大小百合 歡迎 江慧好 你好像 你好像也 快要做媽媽了 八月份 八月份 這樣子 知不知道是男的 還是女的 是女的 女生好 女生好啊 真女生好 對啊 希望生出來像江慧一樣 又漂亮又會唱歌 又會賺錢 剛才浩澤 跟小百合 我們還在討論 媽媽經爸爸經 你還說現在生女兒好 女兒以前是千金 現在是萬金嗎 超一樣 不是 那我的感覺是 我是覺得說 第一攤生女兒的話呢 比較跟父母親會比較貼心 因為女孩子本來就比男孩子細心多了 也會顧家啦 因為女孩子也比較 比較 對不對 像如果生個女孩子像她這樣的話 那不得了 你看我女兒一生出來 現在我都叫她唱歌了 還有一點最好是女孩子 可以管住爸爸的心 這是真的喔 這是真的喔 這個我都聽不懂的 張浩澤 張浩澤 兩位好 那女兒也是女兒嘛 女兒 幾個月了 剛好現在進入八個月 八個月了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你看 這個前場看一下 這個結婚生子的還真的蠻多 真的真的 我想我們今天真的非常的開心 請到我們所有的歌星來到我們現場 對不對 當然這個我們剛才今天談的最大的問題 除了這個宣導這個反讀之外 看到他們兩個唱的歌曲 對 講到愛情 愛情 我想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 那這麼好 感覺就能探討這個問題 愛情 愛情 在我的感覺 我個人的感覺 真的愛情不是人生的一切 我個人的感覺 我今天比如說我實際 有一點小小成績 我認為說我的年紀也差不多 我就可以結婚了 那對於愛情的東西就是 看得很淡薄 是是是 那他就不一樣啊 事業未成 是嗎 先把鋼琴放在這邊 好我來打拚輸 有一天的時候 看到家裡哪個男人 比較有錢的時候 才嫁給他 這就是不一樣 不過你剛才說的是不一樣 因為我事業未成嘛 所以現在還在努力當中 所以呢還是希望這個 觀眾朋友給我多多的支持 我跟你說 說事業未成是這樣 是是是 對嗎 你賣到八十萬 沒有比較多 說事業未成 你不要照顧我們一個人 是不是 他來瞪啊 他來瞪啊 其實他講事業未成是比較謙虛 他真的是沒有碰到一個知心的 男孩子 欸 你講的這個比較貼切一點 這是到真的喔 對對來 嘿 那楊君能我想這個 要索性由你來談一談 嗯 因為是我想 裡面好像你年紀是最年長 怎麼比的過你的第一個 怎麼比的過你的第一個 怎麼比的過你的 我跟你講 我們主事人要先拋開 你們所有的個性 這樣可以嗎 你看那隔壁那一排 從這裡切斷啊 你兩個 你剛才講講 我年紀很長 你兩個怎麼頭久 他又又沒說過我們 我覺得現在怎麼都不要講 我們來 今天這個楊君人 你對這個愛情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愛情啊 真的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對每一個人來說 歌裡面就會看得出來 我用唱的 用唱的 用唱的 我們來聽聽看 聽聽聽看 比如說有一首歌叫做 不用哭沒關係 愛情的力量 小子拉有時也會變影響 沒了 我只會聽一句啊 所以我不敢 所以你看 你沒有林老師的配合 就感覺這個歌不太好聽 對啊 唱得有點走音 因為唱這麼一句也 不好意思麻煩樂隊老師 這大師真的 對 那下面這一首要不要配合一下 下面這一首一定要了 林老師請來 林老師請來 南大 好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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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觀其中 重伯國 重伯國 邀情抹起 雲飛到京 付吉國 噹噹 後面還是不會唱 因為大字報沒有了 沒有 可以由這個歌看起來 這個愛情真的是很重要 可是我不這麼覺得喔 那是因為男孩子這樣講 可是現在的女孩子都很可憐 所以我要趕快唱一首歌 讓大家聽聽現在的女孩子是什麼心境 好 我們來聽聽看 來 愛情 不過是一件 普通的蜿蜒 一點也不稀奇 男人在他的眼裡 是消遣的東西 有什麼了不起 喔 他現在是現代女孩子的心態 對 女強人都越來越多 這句話 我就笑得不服氣啊 怎麼樣 我們男人怎麼可以對什麼 看女人是消遣的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我們對女孩子也是很尊重的啊 你在講什麼啊 可是呢 經常有很多男人就是這樣子 對 那他經常會有很多在外面交很多女朋友 但是他對每一個人都講說 其實我只有你一個女朋友而已 外面那些都是乾妹妹 乾妹妹好朋友啊 對 那聽這個孟婷偉講那麼多 那你也來講講你對愛情的看法 好 有一首歌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來聽聽看 поэтому 你究竟有幾個好美美 為何每個美美都那麼憔悴 你究竟有幾個好美美 啊 我的哥哥 你心裡頭愛的是誰 誰不投摸不著 欸 你看 由此可見 從這歌詞裡面就可以發現了 現在的男人真的實在是不是 喔 這句我又不服氣了 你又不服氣了 說什麼我幾個好妹妹 還會憔悴 因為太不專情了吧 因為他讓每一個女孩子都傷心嘛 我跟你講 真的 我跟你講這個 男人不是每一個人都這樣 當然是不能一個人 大部分都是啊 哪有是大部分呢 像我就很優秀啊 真的嗎 我就只有一個妹妹而已啊 那是小數啊 說實在這個男人跟女人的愛情觀 是絕對不一樣的 那你有歌嗎 有歌啊 但是在唱歌之前我想可以舉例說明 像女孩子還是把愛情 尤其是女孩子比較浪漫一點 對 浪漫的情況 她愛情還是擺第一位 因為男人其實找到一個 她先生像以我們來講 先生是我們的天跟地 對 是我們的全部 真的嗎 她有這個感受 因為 可是我是覺得喔 我覺得每次像我們女孩子會很注意 就是說譬如說 生日到啦 情人節到啦 或者是結婚紀念日到啦 就是這種 呃 好像都會特別就是說 在乎說 她是不是會 結婚穩啊 會一束花 或講一句什麼 我愛你啊 之類的話 雖然是肉麻眼 但是還是女孩子還是很喜歡 還是喜歡甜言蜜語 可是男人好像不覺得 所以我想有一首歌 我可以代表一下 你看我跟妳講 這個我又不服氣了 我說過妳是異類 妳少數嘛 會異類 會異體 我想呢有一首歌 這個男人的立場 男人的立場 對啊 那我們來聽聽看唱唱 好 練曲酒吧 你曾經對我說 你永遠愛著我 愛情這東西我明白 但永遠是什麼 女人都會有 感覺到有天長地 可是男人不覺得 嗯 講的 我有同感 來 你們其他都 你們這三位都不是男人啊 聽我們男人都講幾句話 我們跟你不一樣啊 我們又沒有妹妹 對不對 我沒有妹妹啊 我有妹妹 李茂山 李茂山 我們其實都很尊重女性 對不對 浩澤 尊重女性之前 請你小心這個麥克風 她已經撞過我好幾次了 我太激動了 這樣 這樣好了啦 你們讓我們心虎口虎 看你們哪一個女孩子 再來舉例一下 很多男人都結了婚 然後家裡有個老婆 就是擺在家裡 家裡有一個老婆 然後幫她煮飯啊 燒衣啊幹嘛帶孩子 燒衣 燒衣煮飯啊 然後外面好多女朋友 好幾個黃臉婆了 以後如果娶陳亮營的女孩子 特別要小心 她會把衣服燒掉 好啦你別少人 讓陳亮也好好的講 真的嗎 那很多男人都很壞啊 把家裡的老婆放在家裡 然後出來 就是她這個黃臉婆 就不帶她 可是出來應酬都是 外面的什麼Club的小姐啦 或者什麼應酬認識的小姐啦 一大堆女朋友 老婆都不知道 老婆都最後一個知道的 其實啊我覺得這個愛情啊 在男女面前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不過在愛情當中 如果真正的去卸下去的話 男人反而比女人更重視這個愛情 嗯 講得好 所以我今天我就 就是用一首歌曲 讓她表達一下 男人也沒有辦法的卸下去的那種感覺 好 我們來聽聽看來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真情難以抗拒 不是我專心故意 只因無法防備自己 不是我不小心 只是真情難以抗拒 不是我專心故意 只因無法防備自己 哎呀掌聲鼓勵 她的聲音很特別啊 其實每一首歌啊 真的都蠻有意思的齁 怎樣妳還不無忌是嗎 妳有些沒聞到 真的女孩子比較痴情比較專心 真的 常常比較聽到一個男孩子 很多女朋友 比較少的時候有女生 有很多男朋友 我唱一首歌給大家聽 好 我們來聽聽看 歌詞裡面的意思 請問那些人已經愛著馬郎 只有定在 只有定在 夢中才是我的人 有好你愛著馬郎 男生太容易愛上別人了 男生比較爛情 這個時候張欣辰 我應該說一點話了 對 對 其實男生喔 也都是那種非常 怎麼講 深情 而且能夠 期望能夠那種感情 能夠天長地久 這樣有一首歌就是這樣 我講話都看著陳亮營講 他要反駁我啊 好好好 我來唱這首歌 對 兩情若已是天長地久 你我何必朝朝暮暮 問題是故事真心真意 與我同行 卻共度百首 這種歌我就喜歡聽了 多麼好 對不對 兩個人對不對 共度百首 如果說男女之間 大家互相相愛的話 互相相愛的話 就彼此之間要去容忍 對 去溝通 去信任 對 剛才我們講的 我們都還算年紀很輕 對 我們今天為您介紹的這一位巨星 是他對這個愛情觀啊 這個比較有經驗的一個 對 同期啊 他這個 這個可以講說 這個人生的歷念比我們久 我們非常的開心 今天邀請到他 到我們現場來 讓我們掌聲歡迎 芳芳 芳 哎呀 好意思啊 人來就好了嗎 歡迎買花呢 這個 我是這個出個新意 這個前世製作單位出的 應該應該 你也知道 我這個人一向對這個 方姐謝謝你啊 今天來這邊來探望我們 對 難得嘛 這個講真的這個李茂山跟江蕙啊 我們都是多年的好朋友 對 尤其是江蕙啊 從剛剛一出道 在這個議談唱歌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是好朋友 對 情如姐妹 對 情同姐妹 所以今天看到他有這樣的成就 李茂山也是這個金鐘獎民主持人 不能啊 能夠上你們的節目啊 我自己也覺得 呀 餘有榮焉的 哎呦呦 你太客氣了 你不要這麼講 其實今天方方啊 這個上我們的節目 真的使我們的節目啊 彭必勝貝啊 哪裡哪裡 今天站在這麼多年輕的歌手面前啊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好像該退休了 那可不可以 本來說今天要講一句良心話 這個那個我們方姐 她是真的是 身體不舒服 她是特別來捧場的 所以希望這個在座的朋友們 給她點掌聲鼓勵 希望他們身體快點好起來 謝謝 聽到這種掌聲啊 我也會鼓勵我自己啊 身體好一點 不要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 今天在这里看到两位主持节目 自己也觉得也要盖家把劲 不然你看后期之秀 一个比一个厉害 到时候形势比人强小 所以说得好 姜还是老的啦 后浪推前浪 前浪有的时候也挨不住 没有 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 是要跟方姐您多多学习 别人讲这种话还比较好一点 我们俩这种交情讲这种话太矫情 不行 这还是要讲一下 你真的太好了 太会讲话了 是这样的吗 是吗 那看样子我只需要把歌练一练 现在这个民歌心都当主持人了 我们主持人再不练练歌 恐怕以后很难竞争了 所以这个在场的几位有空的时候 不妨这个教教我们怎么唱歌 其实啊 方姐太客气 她歌唱得多好啊 尤其那个平剧 老歌 闽江夜曲 要说老好不好 你这个人真是 老歌是大家欣赏 并不表示老人唱老歌 你不要那么敏感 就是为了是唱很多老歌啊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实际上蛮老的 只是比较年轻一点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我们在谈一个对爱情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由你来说会比较贴切一点 哪里哪里 其实我相信啊 这个感情啊 每一个人对于感情呢 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感受 那至于这个爱情呢 我相信在大家一开始 两个人相爱的时候呢 都觉得很容易相处 因为彼此都愿意为对方呢 多做一些退让 而且对于对方的缺点呢 也愿意多做一些包容 那比方说像在场 我们现场也有几位结过婚的朋友 所以我想啊 人家常常说这个爱情呢 就好像穿鞋子 合不合脚呢 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我今天在这里呢 想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说爱情呢 像穿鞋子 大小合不合脚自己知道 那怎么样让这个鞋子啊 越穿越舒服 穿旧了以后 还记得把这双鞋子 常常拿出来 把它擦亮一点 让自己提醒自己 曾经这双鞋 是自己多么心爱的一双鞋子 我想这一点呢 是很重要的 哎呀 说得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啊 都是闲话家常了 当然我们想在此 要特别还是再次 谢谢我们方姐 方芳 还有我们所有的 请你们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此 也要祝福我们 全天下的这个友情人 忠诚见书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要快乐一下 快乐一下 好 林老师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